列不等式 在高速公路行驶时 可能会看到这两种标志 左边表示最高速线为时速100公里 也就是行驶速度V不得高于100 即V小于或等于100 右边表示最低速线为时速60公里 也就是行驶速度V不得低于60 即V大于或等于60 像这些含有不等符号的数学式子 我们就称为不等式 而日常生活中 还有许多数量关系的描述 例如低于不到小于未满高于超过大于 不高于不多于最多为不超过不大于 以下不低于不少于最少为不小于以上 举例来说 X小于7 其中的小于可用符号来表示 而6X加8不大于15-X 不大于一样可以用符号来表示 又例如大雄今年X岁 若大雄可以观赏辅导级的影片 但不宜观赏限制级的影片 有广电法的影片分级规定可以得知 观看辅导级电影需年满12岁 所以大雄的年龄X会大于等于12 但他不宜观赏限制级影片 所以还未满18岁 也就是X小于18 综合这两个结果 我们可以知道 大雄的年龄X大于等于12且小于18 此时还可以进一步将这两个结果合并为 X大于等于12小于18 而这些我们提到的不等式 X小于7 6X加8不大于15-X 即X大于等于12小于18等等 只含有一个未知数且最高次方为一次 我们就称为这类不等式 为X的一元一次不等式 X小于18 X小于18